最奢華的平價手機 Zenfone 3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Take a Look 我是Yuki 千呼萬喚使出來喔 因為華碩終於在2016年推出了旗艦機種 Zenfone 3 而且還一口氣推出了 Zenfone 3、 Zenfone 3 Ultra 跟 Zenfone 3 Deluxe 三種版本 其中 Zenfone 3 還有推出了 5.5吋跟 5.2吋的螢幕尺寸 不難看出華碩想要滿足各種不同客群的需求 強攻中高階級的手機市場喔 這次Take a Look 為大家評測的是 ASUS Zenfone 3 5.5吋的版本 Yuki看到 Zenfone 3的外觀 首先覺得它跟以往 Zenfone系列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它的螢幕正反面採用的是康寧大猩猩2.5D弧面強化玻璃 雖然有抗指紋鍍膜 但是跟 Samsung Galaxy S7 一樣容易沾染指紋 它擁有小邊框設計的 Zenfone 3 1920 x 1080 螢幕佔比可以高達77.3% 而且厚度也比上一代的 Zenfone 2更薄 只有 7.69mm 那機身的邊緣則採用的是鋁合金邊框 並且擁有兩道的鑽石切邊 整體邊緣無縫接軌 讓機身的背面視覺一體成型 時尚俐落 質感更加 UP UP 它的機身上方是麥克風跟 3.5mm 的耳機孔 那機身的底部還有另外一個麥克風 以及 USB Type-C 的連接布以及喇叭揚聲器 手機的右側為音量鍵以及電源鍵 並且維持華碩一貫同心圓的設計 左側則是 SIM 卡跟 Micro SD 卡的插槽 支援雙卡雙待 那 Micro SD 卡最大還可以擴充到 128GB 的儲存空間 除了可以放 Micro SD 的記憶卡之外 也可以放 Nano SIM 卡喔 手機背面的鏡頭採用的是藍寶石鏡片的主相機 雷射對焦 色彩焦正感測器 雙色溫補光燈和鏡頭下方的 360 度指紋辨識器 一應俱全 應有盡有 不過主鏡頭比機身還要多突出一些 雖然不至於會搖來搖去的 但是呢 讓人不禁想起三星的 S6 手機 先前也有這樣的困擾 所以手機放在桌面的時候 記得要保護鏡頭 避免鏡頭被刮傷囉 整體來說 這次的 Zenfone 3 打破了 Zenfone 2 之前塑料材質的印象 外觀也更加細緻 讓手機的質感整個大大的提升 令人相當的驚艷喔 那此外呢 Zenfone 3 內建的是高通 SnapDragon S625 2GHz 8 核心的處理器 和 Adreno 506 的 GPU 擁有 4GB 的 RAM 跟 64GB 的儲存空間 採用的是 Android 6.0.1 Marshmallow 的作業系統 Zen UI 3.0 的操作介面 支援最大 10 點觸控 電池容量則是為 3000 mAh 由於內建的高通 SnapDragon 跟 S625 8 核心處理器的關係 讓 Zenfone 3 整體的效能表現有一定的水準 在安兔兔跑分下還有 62443 分喔 那在電量測試下也獲得不錯的表現 原廠附上的是 5 伏特 2 安培 10 瓦的充電頭 雖然不支援包含 QC 2.0 以上的快速充電功能 有點可惜 但好在 Zenfone 3 提供省電功能 還可以延長了手機的續航力喔 ASUS Zenfone 3 擁有 1600 萬畫素的主降機 以及 800 萬畫素的前置鏡頭 兩者都是為 F2.0 的大光圈 並且搭載了 Sony 的 IMX 298 感光元件 並且支援雙色 LED 補光燈 三軸 EIS 的電子防手震 四軸四極的 OIS 光學防手震技術 可惜的是為了要裝下 OIS 的光學防手震功能 所以才讓背面的主相機鏡頭頗為突出 這大概就是厚度跟拍照效果不可兼得的抉擇吧 同時 Zenfone 3 還搭配了 Tritec 三混對焦技術 可以自動依使用情境調整雷射 相位差或對比式對焦模式 達成 0.03 秒的高速對焦 Zenfone 3 的正反面採用玻璃的材質 並且它的邊框有弧度 很容易造成手機有點滑的現象 希望下次這點可以改進囉 不過如果手機加上手機殼就可以改善這樣的問題了 那它的指紋辨識功能非常的靈敏 所以常常手指輕輕一碰手機就自動打開了 在 Yuki 使用 Zenfone 3 的拍照測試之下 覺得它的照相效果有一定的水準 尤其是在它畫質的細膩度上 比上一代的 Zenfone 2 效果好很多 那色彩比較飽和而且銳利度偏高 那它的 Pixel Master 3.0 的軟體校正技術 也讓夜間拍攝的效果可以說是大幅的提升 那雜質顆粒也沒有那麼大 這同時也改變 Yuki 對 Zenfone 拍照功能的印象 它的 0.03 秒高速對焦 在測試之下所拍出來的照片只有少數濕焦 整體來說算是不錯的 那防手震也提升了不少 比上一代進步更多 在音訊方面 Zenfone 3 提供了 Zenfone Zoom 就已經使用的五磁揚聲器 而這次不同的地方 是多了 NXP N質譜智慧型擴大器 可以呈現清晰明確的音質 整體測試下來聲音沒有比 iPhone 6 6s 大聲 可是音質相較也比較清晰 低音比較好 適合 Live 的音樂 至於手機強調的支援高解析度音樂檔 是好啦 可是到底有多少人下載高解析度音樂檔呢 關於 App 的部分 Yuki 真的是又愛又恨 那我先從恨的開始說起好了 太多垃圾的 App 什麼 Yahoo 超級商城 Amazon Kendo KK Box 之類的 有很多 App 是因為降低手機的售價 不然就是比較專屬於用戶的族群 Yuki 比較愛的就是 這次多了很多不錯的 App 像是 Zen Circles Laser Ruler 還有 Asus Game Genie 跟華碩智慧管家 都是不錯又好用的 App Yuki 特別對 Asus Game Genie 跟華碩智能管家情有獨鍾 因為這兩款 App 是現代年輕人會喜歡使用的 那華碩智能管家 可以加快手機的效能 和輕鬆簡單就可以清理手機的空間 那 Asus Game Genie 呢 讓我們大家都變成了直播達人 玩遊戲也不擔心有人打擾 非常適合玩 Pokemon Go 的玩家 總結來說 Zenfone 3 可以說是 Zenfone 前幾代手機的全面進化 而且 Zen UI 進步更完善 手機的外觀也更好看 所以有些小小缺點 當然就不會影響 Zenfone 3 本身囉 那截至目前 Take a look 已經完整地 經歷了 Zenfone 的進化史 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華碩在手機研發上面 已經相當成熟 很可能成為第二家 打入國際市場的台灣手機品牌喔 好的 這就是今天以上的評測 影片下方有連結 可以連結到我們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優酷微博 當然還有我們 Take a look 的官網 記得幫我們分享按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我是 Yuki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